三次地圆就是等无见圆 等无见圆就是必须撒那接着撒那 叫做等无见圆 不可以有间断 对于是真上圆就是光线 光明 如是见者是眼飞灯 如是因有灯显色而能见者 是因为有眼 不是因为有灯 这个我们容易了解 眼能显色如是见性 是心非眼 同样的道理 法来愈合 眼根只能显示色相 如是只有眼根显色 而有能见的见性 是因为后面更深的 有一颗心在作用 不是因为有肉眼的眼根 一贯阿难言 这诸盲人在其眼前 围堵见一片黑暗 因何能说他能成见物之事呢 佛告阿难 诸盲者无眼 唯独面前一片黑暗 他们若以有缘之人 同处于一暗室当中 则二者所见的黑暗 是有差别 唯无有差别呢 阿难答 如是是真 在这个暗室中 有眼根的人 所见的黑暗 一笔青蟒 那些眼睛都瞎了人 所看到的黑暗 恶黑相较量 尘无有差异 没什么差别 三三六 佛言 阿难 如果没有眼睛的人 全部所见到的 只是眼前一片黑暗之像 如果他忽然 赋得其眼睛的光明 变得还以现前的沉浸中 见种种色相 就是把这眼睛 把它治疗好了 他这样由无眼而获眼 因而沉浸之事 这个获眼 中间一个痘点 看得更清楚 他这样由无眼而获眼 痘点 因而沉浸之事 这样看得更清楚 若明为彼眼所见者 那么彼等于暗室中之明眼人 也前见眼前只有一片黑 如果这些人忽然获得灯光 他们也能于现前之沉浸中 见到种种色相 这样明眼人 愿于暗中获灯而见之事 就应该名为灯见 因为由灯而见 因为同时加上 某物而能见 都是加上某物而能见 若是昌为灯见者 则灯既致能有所见 自然就不能再昌之灯 而是已成有情之物 然而事实不然 灯非有情 所以知道灯是不能见的 退一步说 又则灯只能观物 则见物之事 何观鲁事 则不是你看到的 是灯看到的 既然是灯看到的 你应当不知不觉 你因还是什么也没看到 然而事实不然 确实是你看到的 既然是你看到的 便知道不是灯看到的 意思在这里就是 能见跟所见 还是很清楚的 因此可以证明 不是灯见 所以灯见是错误的 事故当之灯的功能 只是能帮助显示设想 一臂就是注意 以帮助于这个见性而已 它只是助缘 为见之真上缘 如是因灯显色之助 而能见者 是因为有眼 而非由于有灯 同样的道理 眼根的功能 为能显示色相 以必见性 如是因眼显色 而有能见之见性者 是因为有心 而非因有眼根 眼根只是见性的助缘 而以非能见者 这里一直推 推到让你体悟到 最后那个见性 先要认识这个见性 各位 在这里的见性 就是见经 带少分忘心的真心 在这里的见性 不是究竟 我们说 离缘第一地 还有什么 离见第一地 这些根层寺 放下 就是第二月的离缘第一地 最后那一刹那 最后那一刹那 就是离见第一地 离见第一地 就是离开一切的妄动 无名 连维系的妄动 因为一妄动 它就能锁不断 一妄动 它就是能锁不断 所以这个能言经 它中间如果有切了一堂壳 它就很难补得过来 它今天一下子 听到说离言第一地 离见第一地 上一堂课没有上 这一堂课 它就完全听不懂 所以没有必要的时候 不可以自己放假的 它在中间有一堂课 你就会听不懂 接下来在讲什么解释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如果有来听课 至少你有个观念 要是 就会知道说 什么叫做离言第一地 离明离暗 离空离塞 也就是非明非暗 非空非塞 这是离言第一地 这个就进入第二月了 第二月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讲的 见经 还不是究竟 这里讲的这个见性 还不是究竟 是第二月 还带有少旺的真心 带有少分旺的真心 那一下子讲究竟的 真见真心 终生悟不出来 所以 叫做带旺显真 只好带这个旺见 少分的旺见 慢慢慢慢 显出这个真见 真见就究竟离见 这个就更难了 这位 世间的离言第一地 已经做不来了 已经超越阿罗汉果了 那离见 第一地 除了究竟佛果以外 其他没办法 底下全论 这一段是十番显见的第一番 显见是心非眼的结论 阿难在此说 朱芒眼前围堵黑暗 云和成见 阿难没有发觉 他自己这句话 本身有所矛盾 既然难堵黑暗 怎么还问如何成见 你已经看到黑暗了 怎么还问如何成见呢 已经把答案 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这跟我妈妈一样的 他那个 一个 大家的 吴基斯来 他就问吴基斯说 吴基斯 吴基斯 你姓什么 我妈妈已经把人家的姓 讲出来了 还问他 吴基斯 吴基斯 你姓什么 答案早就讲出来了 既然堵黑暗 堵黑暗就是也是见 对不对 怎么还问如何成见 因为堵暗也是见 只不过所见者 是一片黑暗而已 这里有个很深的道理在 也就是在佛法中 见暗也是见 见暗没有见 你怎么知道它是暗呢 并非只有见者才叫做见 这是以能见的见性而言 不是以所见之相而言 这个讲得太重要了 所以这里在讨论的 以及这里所有的讨论的 都在专注在能见的见性而言 不是以所见之相而言 只要有能见之性 不管所见者为何 通通叫做见 这就是佛法与世法 外道法的最大不同 佛法为往内观 所以目的以主体永远是自身 自心 本性永远是反观制造 所以称为内教 所以佛教的经典 称为内典 内典 而外道或者世法正好相反 不求其本 反观其末 所以一切皆以外法为主体 所以凡夫外道法治论 见已不见 完全是以所见者来评断 所以若所见是社 则称为有见 若所见是黑 则称为无见 而完全不论主体的能见之见性 所以凡夫外道之法 便成为主事 本尘 不知反本 所以当你看到世间法 所有的这些书籍 你没有看到 听到佛法以前 你会觉得 它有某些价值 某一些可看性 你也许会 为这世间的学问 思想 深深的着迷 这个就是还没有学佛以前 当我们一有因缘 福得因缘 拒绝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善之士 开始的伏法 究竟的思想 那些以前摆在你书桌上的书 你看不下去 没兴趣 没味道 因为它不能让你解脱 不能让你开智慧 只是语言 文字符号 就是三人打转 一直到死 学中文的 就在语言文字中文的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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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日文的 每天都是这样子 我就好 再讲一些日语 讲一些日语 怎么样呢 这跟断烦恼 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你懂得这语言 就是方便 你这英文 composition很厉害 还会讲英文 他真是还是剧主 不是说你能懂英文 很溜 你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的 这个无关语言文字的 所以当你听到了正法以后 你懂得了生命的真相 这些心外求法的外道 包括世间的书籍 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就是完全 引不起你的兴趣 你今天你看书 看世间外道的书 他给你一点知识 没有错 慢慢你的涵养 也许会改变一下 但是他没有办法 根本处理问题 他没有办法断无名 福法是根本处理 处理根本的问题 根本问题就是无名 根本问题就是贪嗔痴 我慢 嫉妒心